大乘思潮最早是作为佛教的异端分离出来的 因为小乘受到早期佛教理论的限制 它发展的速度相对很慢 而大乘的造经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不能说一天一本 但是一个月一本肯定是有的 大乘佛教的基本特征是 它力图去参与和改造社会的世俗生活 它对信徒的要求是 深入众生救度众生 我们在公开课里曾经提到 大乘佛教的种子是出现在大众部里的 大众部是一些地位比较低的弟子 相对大众部的是上座部弟子 什么叫上座部弟子呢 我们又称叫声闻弟子 就是曾经听说过佛徒讲课的这些弟子叫声闻 是声闻弟子传下来的 相对的比较有威信 所以大众部为了对抗声闻弟子的威信 在佛经里声称 小乘的这些宗旨都是佛陀对根气浅的人的便宜之说 并非究竟之言 意思就是说佛祖之所以跟他们说这些佛礼 是因为他们的悟性太低了 他们也只能听懂这些 老七大乘佛教或者说大众部的僧侣 是极尽贬斥小乘自命为大道 但是我们近代学者已经不再具有褒贬的意思去称呼这两个宗派 只是沿用了大乘和小乘的称呼 乘他沿袭小乘的写作习惯 所有的佛经也是以如是我闻开头 在不断的为自己创造佛经 他们实际是没有基本经典的 我们说过小乘是有基本经典的 是由阿难背诵出来的阿汗 但大乘没有基本经典 所以他们只能开始应造 大乘佛教从来没有做过一次佛经的集结 它的经典也是不时的涌出 佛教每传到一个地区 都会涌出新的大乘经典 所以它种类非常繁多 我们至今仍然不能理出 这些大乘佛经的历史顺序 以及它出现的准确地点 大乘佛教为了压制小乘佛教 他们首先提出的是多佛论 为什么提出多佛论呢 因为他们要起到进一步压制 释迦摩尼的作用 而达到压制小乘弟子和升文弟子的地位的 趁溢出的兜莎经 把这个世界分为了十方 每方无量 无边际 诸佛分布在十方世界 有十方佛杀 无穷无尽 所以佛陀的位置就 无穷无尽 而世家只是无穷无尽诸的一个 可以说 这个目的 如果我们要搞徒弟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你老实不行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早期大众部有很多弟子 也是够下散烂的 同时他们不光要提出多佛论 他们还提出了多身论 什么叫多身论呢 就是一佛多身 法身 化身 报身 当然这三身论不是在一本经里提出来 它断断续续出现在很多经书里头 报身是什么概念呢 在维摩节这种经典里曾经提到过 就是指佛自身应该享有的特殊国土 因为有十方佛嘛 有很多国土嘛 压制小成的第二个论点是菩萨性 它贬斥和压低了阿罗汉国 而弘扬了菩萨和菩萨性 早期的大成佛教 把成佛定成了一个无现场的过程 可以说这个过程的时间 你就根本不能成佛 因此 他们把深入世间解脱众生 当作一种完善自我的手段 他们在众生中 践行一种叫菩萨性的行为 什么叫菩萨呢 经书里是这么定义的 叫聚足自立 立他大愿 求大菩提立友情 而且菩萨有慈悲喜护四等心 《读食品经》里头说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人尚未度生死 也要为他勤奋羞耻 这就叫菩萨性 整个菩萨性的各种故事和预言 组织在三世纪出现的一本 叫《六度集经》的书里 这本书也是大成公认的修行体系 六度因此也成了菩萨性的根本内容 所谓六度是指从此岸过渡到彼岸的六种途径 即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我们都知道 小成解脱学叫三学 戒定慧 大成觉得他还不够 又对他做了发挥 所以就变成了六度 这里头第一度就是不失 我们曾经说过 不派佛教的大分裂的起源 既有教义的问题 也有钱的问题 因为大众部大部分是穷人 是很穷的僧侣 他想要解决生活问题 所以这里的不失 不是有钱人对穷人的不失 其实特指是普通人对寺院的不失 于是这个不失思想的指导下 就出现了对法师的崇拜 为什么 因为你不失的钱都给了寺院 那这些钱得有一个人来做主 归属于一个人 得有一个人来决定支配 那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法师 法师崇拜 象征着佛教宗派观念的膨胀 他也标志着 从此之后 私院财产开始出现了继承权的问题 这个继承权的问题 后来甚至导致出了活佛制度 在大乘佛教里 他们特别重视佛法的流通 所以每本经的后面 一般都会专门写到一段 说诵读此经 书写此经 传播供养会得各种功德 这种方法就有点像我们发一个微博 要求大家点赞 要求大家转发一样 这种方法促进了大乘佛经的广泛流通 而且大乘佛经非常推崇 把佛经雕刻出来 实印出来 刻成碑文 所以这也是大量的大乘佛经 能得以完善保存的理由 在大乘佛经的六度修行中 有两点非常有利于传教 这是以前小城里没有的 一条叫忍辱 一条叫精进 就是要求坚定的信仰者和宏道者 必须担起这两种品格 在传教受到阻力和排斥打击的时候 要忍辱 要精进 我们在人世间任何负重前行者 设长途者 都可以发展到 都可以发现到这种心理素质 福字经 它的最后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是成佛 虽然这个时间无限的长 长到几乎不可能 而成佛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正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几个字太难念了 它的意义是 无上正等正觉 简称菩提 大乘佛教 在教理的智慧上有三种 又称大乘三智 这三智是什么呢 第一种叫一切智 是指对事物总体的认识 第二叫一切种智 这个种是分类的意思 就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 第三叫道种智 就是对各种佛教成道方法的认识 大乘佛教 在传教的过程中 非常善于吸收外道的思想 它甚至和当地土著的一些宗教观 结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潮流 同时也造出了大量新的经典 这些经典影响力最大的有三类 第一类经叫法华类 法华经类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上 认为众生是有根气的 有人根气立 有人根气顿 佛说法也有先后 在哲学的理论上 法华经坚持的是般若空观的方法 因为人人都有根气 所以它的修持的内容 就是开发自身这一固有的佛制 法华经的宗教气氛非常的浓 这比其他经书类都浓 与偶像崇拜 佛像崇拜 建造庙塔 供养舍利 这都是法华经歌颂的 认为有功德是通向成佛的道路 所以法华经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宗教 它独创的药王菩萨 这种供养推到一种极致 药王菩萨是以自羌和自焚 来表现自己信仰的 在南传佛教游圣 这对后世影响很大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像越南僧侣 他很就是在越战的时候 有很多去自焚 他们为什么选择自焚呢 实际是受这种法华信仰的影响 第一类是法华经类 第二类叫净土经类 所谓净土 是大乘提出的一个独特概念 阿弥陀经 弘扬 西方净土 认为西方有极乐世界 信众们只要专念阿弥陀佛 他的意思是无量受佛的意思 专心念阿弥陀佛 死后就可以脱生于极乐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东方有什么呢 东方有 阿弘佛国经里说 东方净土有妙喜世界 东方众生只要发愿供养 阿弘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它的意义就叫不动如来 就是很多庙里都有这个佛 不动如来 只要供养不动如来 死后就可以脱生到东方佛国 就是西方净土和东方净土都非常美好 这是大乘吸收外道造的第二类经 净土类经 大乘吸收外道造的第三类经 叫秘密类经 这类经大量的是咒语 用于驱鬼一神 降龙俯火 经灾降雨 佛教徒他会在读经的过程里 把长篇的经文简化成少数几个字母 便于自己发音或者记忆 比如麻咪麻咪哄 这就形成了陀罗尼 它的中文意思叫总持 这个陀罗尼逐渐就神秘化了 因为他念经的时候麻咪麻咪哄 实际是为了他自己方便念 这种神秘化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神通力的咒语 佛经上说秘密类有一本佛经 叫摩登加经 他说修这个禅 达到最高级的时候 可以获得五种神通 种神通呢 第一 见人所不能见 那就是天眼通 见人所不能见 第二 闻人所不能闻 就听人所不能听的事 天耳通 推演过去 预知未来 洞察一切人间 自在变化 任意飞行 这了不得了 这完全神通了 这个秘密里还有本著名的经 叫密集金刚历史经 它在三世纪被翻译出来 它又提出了如来佛的三密神通 什么叫如来佛的三密神通呢 第一 叫深密 说如来佛无思维 但现一切威严 第二 叫口密 说如来佛无言说 但便系众生所想 第三 叫心密 说如来佛 他的神识永恒不灭 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秘密类的经书里头 已经看到中国的密教化 走得很远了 虽然他还没有到中国 但是他在密教化的路上 已经走得很远了 所谓后语总持 这就是后来藏传佛教的金刚灌顶 大手印 所谓深密口密心密 那就是后来藏传佛教的一系列的传法 公元320年的时候 就是布派佛教结束 彻底形成大城小城的时候 印度进入了基多王朝 基多王朝 史称超日王 当时叫基多二史 他重新让分裂的印度进入了统一 近乎孔雀王朝一样的统一 非常的繁荣 孔雀王朝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的 阿裕王家族创建的孔雀王朝 他为什么叫孔雀王朝呢 因为我们说过 阿裕王是个守陀罗 那他干什么的呢 他是养孔雀的 所以他创建那个王朝 就叫孔雀王朝 有意思是孔雀王朝的创始人也叫基多 到了公元320年 印度进入了基多王朝 但这个王朝 大力扶植印度教 所以是婆罗门教全盛时期 婆罗门教开始在全印度复兴 这无疑加速了小城佛教 向大城佛教的转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谈过 小城上座部是受王族支持了 所以他们在集结的时候说 我们不要钱 不能收纳个 因为他们日常的生活 有王族的支持 当王族转向支持印度教的时候 那上座部的小城 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所以他们必须也像大城一样 转向人世间 开始争取信众 从佛国记的记载可以看到 公元5世纪初 小城的势力在北印和南印 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佛国记是中国东晋高僧法显 去由佛国自长安 在葱岭抵达印度 最后经斯里兰卡 苏门达腊回国的这一套 这趟旅行 佛国记只记载 都用于倒推印度的历史 因为我们曾经谈过 印度是一个对自己历史记录 非常混乱和模糊的国家 他们现在很多历史 都需要拿我们中国的文献去倒推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从中国的佛国级里倒推 当时印度的佛教情况 支持了小城 还剩下四大派 大众部 上座部 友部和正量部 小城实际最后就完全发展成了佛际罗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